由王子萱主持的音乐竞技节目 眼斗厅这天迎来压轴录影 就连志伟哥都有来探班 不知不觉节目已经来到尾声 这次还邀请之前在节目里 几个项目表现的最好的歌手来压轴录影 Jonathan都说觉得很兴奋 首先就是要感谢我们节目上上过来的所有嘉宾 因为是他们造就了我们这个一点点的成绩 然后其实我们邀请了很多 就是以往的一些嘉宾原创歌曲 原创的特别好的改编的特别好的 然后也有一些新朋友来挑战就是踢馆 所以很刺激的一起 然后我们的场地也特别大 这次可以融下我们这么多的朋友 所以很兴奋 相比起Karita的紧张 江丽文就表现轻松很多 他还为节目准备了些特别的节目 我今次很厉害啊 我就是用了嘉宾姐 送给我的一个声音 然后我们就remix她的声音 来创作一个新的歌 所以我觉得首歌好听 歌词很搞笑 我真的特别爱这首歌 所以今天是很兴奋 很开心可以再唱一次这首歌 对 这是我没有猜到 我竟然被挑选是很popular的一首翻唱的歌 因为这次我是改唱了这个女友收的李强南 然后就很多人投票 我都没有想过这次可以上来再次perform这首歌 作为实力唱将的阵容 吴叶坤 古亚威 面对即兴创作和rap都游刃有余 但面对写词这部分 威威就觉得很有难度 最高难度的就是我觉得是创作歌词 就如果是作曲的话 我觉得还好就可以哼哼出来 但是词你要现场去想 然后还要就是根据就是大家的一个一个就是感觉 比如说他们今天跟我讲说要我去diss谁谁谁谁 可是我真的觉得说我不想为了diss而diss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样没意思 就是我觉得想把它 就是你很容易还要押韵 想了很多 然后等一下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临时的效果会最好看的 对 你刚刚就是说那个diss那个部分 就是艾伦是不是之前也曾经试过diss坤哥 对啊 我要diss坤哥 但是我觉得已经这个安排比他的已经好了 因为比较容易因为我是diss男生 对对对对 所以原来 随便怎么玩 对啊 玩我吗 可以可以就更分开咯 没错 但是听说你是diss玩他之后你有心疼的感觉对吗 对啊 因为我太善良了吧 diss的不够狠所以就很心疼 diss的千千千 彻底 彻底 今天就彻底 来彻底 彻底 我们再谈一下 好 节目中会要嘉宾们挑战 随时转换曲风 司框桥都坦言有点害怕 自己就挺紧张的要上这个节目 因为之前好像是那个节目通常都是唱自己的歌 然后这一次呢就要唱别人的歌 还要挑战一些可能要唱得很快 或者是有一个环节我是挺怕的 就是要转变那个唱歌的那个曲风 就是可能正常的唱着一半的时候就叫你要 京剧啊或者是r&b这样我觉得嗯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过我自己是挺期待的 需不需要你在之前要先去试试看每一个曲风 看看自己可不可以handle 要的就是要练习很久 可是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要什么曲风 他就是很突然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之前的参赛者都是很厉害 因为他们的即兴的能力很强 对对对